大家好,我是阿瑩 《不止不休》是一套大陸電影 而導演是黃禎 沒錯,黃禎的黃 黃禎的禎 但我看電影,又覺得黃禎 絕對不可能拍這種社會題材的劇情片 莫非又是另一套意識形態掛碎的樣板戲? 幸好我有自知之明 我知道自己經常都會搞錯很多東西 例如以為《速道與激情》是一個台灣譯名 但其實不是嘛 那會不會是我搞錯了這個黃禎 其實不是那個黃禎 幸好科技發達,這個世界有Google 而Google又搜尋到一些大陸的網 原來這套《不止不休》的導演的黃禎 是這個,而不是這個黃禎 我還以為禎哥做掛名導演 去片場只睡覺 給了年輕人教才會有這樣的電影 為何這麼說呢? 片頭回來告訴大家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頻道 我們頻道主要是做一些影視評論 每個星期二、四、六出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 同時,最近我們也開了一個Instagram 裡面會有一些九五答八的故事 大家可以去追蹤我們 當然,無論任何時候 我們都歡迎你按這個按鈕請我們看電影 感謝你的支持 這套電影簡單來說 就是社會福利處去做一個家訪 然後職員問小朋友 喂,你爸爸有沒有打你啊? 小朋友就說 爸爸就算打我,也是因為我做錯事而已 如果爸爸搞錯了,他會道歉的 那種無聲的吶喊 那種力量,潛藏在裡面的心灰和憤怒 但放出來表面那種 我只是說一個英雄故事而已的表皮 實在除了伊朗之外,全球獨家 黃禎這個名字連同監製賈張柯 這兩個中國人的名字 的確需要被記住 至於這套電影的劇情 或者電影語言 如何呈現這套東西 就會有劇頭 如果你不介意 那才好繼續聽下去 反正這套明顯是屬於會被冷處理的電影 大陸票房只有五千萬 那應該一定會虧 香港一天只有五到六場左右 如果要每個人都看完這套電影 才看我的影片 我這段影片就吃得糟了 好,劇頭先 故事講述時間是2003年 20年前,沙士剛剛過去 一個高中都沒有畢業的男人 一心立志做記者 他文筆和新聞觸覺都不錯 但你也猜到 高中都沒有畢業 又怎可能過到人事部那關呢 於是他瘋狂地投稿 報社也好 網上論壇也好 什麼都好 終於有一間報社用了他的稿 這份稿是說主角家鄉的化工廠造成污染 主角上報社就拿稿費 因為登了出來 就撞到欣絲 欣絲還跟他用論壇的User Name相認 但由於他沒有學歷 就算有恩師的幫手 他都只能做一個實習生 當中又再揭露了一個社會問題 這些事情不是北京人 應該就未必知道了 畢竟外奸員 我們又怎可能會知道 北京城裡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問題揭發 源自於主角處的劏房發生火警 但火燭之後 身為受害者的主角 竟然被人抓了 原來北京是暫住證 如果你沒有北京戶籍 又想在北京生活 你就需要這張證 所以無證的主角被人抓了 恩師就問他 為何你自己不去申請一張證 他就說 辦證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個制度不合理 那種反叛的意味 真是可以叫他媽媽來打官司 劇情就沒有叫他媽媽來打官司 反而被他成功進入報社 做這個實習生 他非常努力工作 我在這裡用一個老屁股的角度跟大家說 沒錯 要追夢 要超越一些既定的規則 要不要被人看不起 努力只是基本 而也是一個人唯一能夠控制的東西 其他例如運氣 時勢 要有齊這些才會成功 但如果你連努力這張入場券都沒有去拿 你想要的東西 就永遠不會出現在你面前 因為他努力工作 他等到一個機會 跟恩師一起去採訪一些被隱瞞的抗爛 這就是我為什麼說這部電影 好像一個被社署家訪的兒童 他爸爸就坐在他旁邊了 他只能說有抗爛被隱瞞 有人被迫簽指說不追究 但作為觀眾的我們 我們會看到那種申訴的態度 好像他說上次的廁所塞了 老母子沒有地方拖屎 真是好慘 你就會聯想到 會不會是他爸爸到處拖屎 然後逼他撿 甚至逼他吃 這部電影的氣氛就是這麼抑壓的 不是角色抑壓 不是情節抑壓 而是你會感覺到整部電影 尼漫著一種抑壓的氣氛 好像有很多東西想說 但說不到 這宗抗爛令主角的文章上了報章的頭條 亦令恩師更加欣賞他 不過他仍然未確保可以成為正式員工 於是他決定去找更多的故事 他以賣血者的身份潛入一個賣血集團 首先這個我真的很文化衝擊 他們說到賣血好像很普通 沒有新聞價值 不值得報導 第二件事就是他發現了這個賣血集團 原來不是真的賣血的 他們是去做月形肝炎的代檢 即是你去醫院抽血的時候 就是抽你的血去驗 但整份協文都是 第二個人的名字 第二個人的資料來的 再來是另一個文化衝擊 我那一刻是完全理解不了 為何要代檢的 驗身而已 驗到有病沒有病都是自己的事 你不想知道就不要去驗了 為何要付錢找一個人來代檢呢 他就指出了一個社會問題 原來大陸無論上班請人 博士畢業做什麼都好 都會叫你驗身 如果你驗到有任何問題 他們就會借意不請你 或者不讓你畢業 甚至如果被傳出去你的身體有問題 整個社會都會當你是大群者 覺得你會傳染給他們生辣泥 用一個今日因為瘋狂被濫用 而變得很有爭議性的字眼去說這件事 就是歧視了 不是隱藏性的歧視 而是寫在不同的規矩上 赤赤裸裸的歧視 電影聚焦在一種病上 第一種病就是月形肝炎 是透過過濾性病毒引起的疾病 病毒可以令到大量肝細胞死亡 損害肝臟的功能 有些受感染的人 就會一輩子都成為大群者 日後更加可能發展成慢性肝炎 肝硬化甚至肝癌 據統計香港大概有8%的人口 都是月形肝炎的大群者 不是我作的 我抄家計會的網頁 月形肝炎的人在中國會被歧視 很正常 中國歧視會傳染的 其實同類事件在美國80年代 外肢病的時候都已經發生過 同樣只是透過性 或者母體傳染給嬰兒 或者交換血液 共用針痛 兩個人交換超過2公升以上的口水 才會傳染的一個病 傳染性一點都不高 亦不需要隔離 亦不會影響患者的工作表現 但偏偏就是會被歧視 說回男主角 他把這些東西寫成一個報道 說有個代檢集團幫患者代檢 令患者不會被驗出月形肝炎 但出稿前一晚後悔 他覺得自己害了被歧視的人 這就是典型的不去責怪加害者 而去責怪被害者 只不過這次責怪的被害者是他自己 歧視人的人不是主角 說出真相是主角作為記者的責任 錯的是這個會歧視人的社會 以及默許這種歧視的當權者 所以主角做了一個錯的決定 他決定撤稿不出 令到恩斯當面撕爛他的記者證 他成為記者的夢想 亦要一切從頭來過 主角之後 自己再努力採訪不同的月形肝炎帶菌者 打算用自己的筆告訴大家 月形肝炎沒問題的 正常生活不會傳染 大家不要再歧視帶菌者 他們跟普通人一樣 工作能力一樣 生活一樣 所有事情都一樣 電影到這裏就完結了 真人真事改編 連人物圓形 今日南方都市報的首席記者 韓福東都有客串出場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 好像自己在電影中的對白 做做記者當作一份工 而不是一份使命 對於我來說 其實不用那麼高尚 記者的確是一份工 問題是這個社會 這個報社 這個媒體 有沒有當這份工是一個使命 當它是使命的 不應該是任何一個獨立的記者 而是這份工作的本身 2017年韓福東 曾經在一篇文章裡這樣寫 我在憑調一個江峰華正茂 就迅速老去的媒體年代 我覺得這句和這套戲 更抑壓的氣氛很合適 真的很合適 你感覺到有很多東西收藏 很多東西想爆出來 但它不能爆 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如果想接收多些類似的資訊 或者看多些我們的評論 麻煩幫忙 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是阿影 下次再見